中文字幕提供 寬別四年 學界籃球精英賽終於回來了 今年決賽疑似荃灣體育館舉行 為了見證一群同學的訓練成果 跟往年一樣繼續坐滿體育館 男子組決賽由聖藥室書院 對著英華書院 兩間學校的啦啦隊氣勢一樣很大 賽前氣氛已經很熱烈 排隊入場的觀眾 更是排到體育館門口 大家看來都相當期待這一場決賽 英華曾經六次在精英賽瘋狂 至於聖藥室近年才重返B1 大戰一觸即發 一開始 英華已經有隊長一夫當關 任章陽一球三分球為球隊開齋 年齡七分領先聖藥室7比2 但論身高就聖藥室佔優 特別是隊長鄧力加 在籃底有一定的威力 帶領球隊打一段13比3的攻勢 第一節是反超英華15比12 第二節開球 聖藥室繼續搶攻 許浩祥和張家謙連軍兩球三分球 拉開到11分的差距 英華這個時候也要叫暫平止一止血 太貓之後 英華立即打一段10比0的攻勢 回敬對手 蔡浩東成功攬截之後 籃球落在藝家人手上 成功上籃 這個配合相當精彩 英華半場只落後三分 換邊之後英華開始掌握節奏 莫偉謙在籃底搶分 打了一段6比0的攻勢 再次拿回領先優勢 但好景不尚 聖藥室的外線又再開火 這次又是你 張家謙 追到42比42平手 好 第三節完成 聖藥室只是落後一分 最後一節比賽已經來到一半 兩隊仍然打成53比53平手 英華之後又沉積大半場的 吳偉俊今場三分球 終於開債 一入還要入球兩球 但對手一樣不輸蝕 張家謙立即回敬一球三分球 聖藥室到最後三分鐘 打出一段10比0的攻勢 成為致勝的關鍵 除了張家謙之外 鄧力加下半場的表現 一樣很勇猛 隨著英華最後一擊失敗 聖藥室最後是以66比63 三分險勝英華 23年之後再次在精英賽封皇 賽後攻入幾球關鍵三分的 MVP張家謙就說 我們從落後開始都覺得 我們是未輸的 我們有一堆 大家很勤力地搜球回去防守 然後回去防守 然後再攻過 有球就推 我不會覺得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功勞 我覺得整隊都有功勞 那個有三分 不是只有我自己做出來 是需要有隊友 繼續空位給我 看完一場這麼激烈的男子組比賽 我們立即和大家重溫男子組的決賽 由力爭8連霸的協恩中學 鬥林大輝中學 協恩的實力有多厲害 有看學界的大家相信都很清楚 一開始已經是一段24比1的攻勢 李佩佩NikoLong Free 功架十足 林大輝中學只可以由朱寶欣 在男底虎虎支撐 第一節已經落後22分 第二節協恩繼續拉開訓冊 李佩佩Niko 提通看透傳給男底的黃雅婷 再領兩分 這場李佩佩除了自己得分 也有不少助攻 NikoInside Out 再望左比右陳詠森 三分入賣 協一領先33比5 當然一群支持者都非常開心 上半場林大輝是失誤連連 Niko比對手搶到球 射多一個long two 半場更加落後到34分 不過朱寶欣就算在上半場過範前身 也繼續表現勇猛 這球成功搶到進攻籃板 先拿兩分 比賽進入下半場後 林大輝的球員 趁著一群協恩主力休息時 上演大反擊 首先有朱寶欣的賞籃 之後更加有一位奇兵出現 後備上陣的吳依南連轟 兩球三分球 一步一步將分叉收窄 但協恩的實力其實真的超級了 又是李佩佩大力扔上前場給王瓦亭 再多兩分進獎 在主力再次出場後 協恩這場最多是領先對手51分 最後是以90比39大勝林大輝中學 就算這幾年沒有學界精英賽 協恩一樣沒有停步 八連霸的成績實至名歸 賽後一群球員都表現激動 而李佩佩就很感觸 不知道他有甚麼想跟一群 並肩作戰的隊友說呢 心情當然興奮 但當中我們付出的都值得 即是 這六年不辣 疫情後學界比賽一步一步開番 對學生來說 學界賽事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舞台 希望以後無論任何比賽 都繼續表現出他們對運動的熱情